道琼斯指数和标普外指数的成分股华特迪士尼在周三公布了财报 华特迪士尼是一家全球娱乐公司 该公司运营四个分部 包括媒体网络、公园体验、影视娱乐和直接面向消费者部门 媒体网络分部从事有线和广播电视网络、电视制作和发行、国内电视台以及无线电网络和无线电站 公园和体验项目包括主地公园、度假村、迪士尼游轮和迪士尼度假俱乐部 影视娱乐分部包括制作和发行电影、现场娱乐活动的开发、制作和许可 以及音乐制作和发行 直接面向消费者和国际业务提供普通娱乐、家庭和体育节目的视频流的订阅服务 该公司的国际频道制作本地节目或从国内工作室和第三方获得授权 那么截止到4月2日的财季 这家全球最大的娱乐公司收入为192.5亿美元 同比增长23% 上年同期为156.1亿美元 低于预期 分析师之前预计公司的收入可以达到200.5亿美元 华家迪士尼最近一个财季旗下的迪士尼Plus 流媒体服务的订阅好于预期 未出现流媒体竞争对手奈飞所遭遇的增长放缓问题 迪士尼Plus新增订阅用户790万 达到了1.377亿 高于上一财季的1.298亿 同比增长33% 这超出了分析师预测的520万新增用户 今年夏天 迪士尼Plus将扩展到欧洲 西亚和非洲的42个国家和11个地区 而迪士尼的所有流媒体服务 包括迪士尼Plus Hulu ESPN Plus 总订阅量超过了2.05亿 在其旗舰流媒体的推动下 季度的净增长超过了920万 Hulu本季度贡献了4560万的订阅 ESPN Plus总计是2230万 公司的CEO表示 公司仍然有望在2020年达到 2.3亿至2.6亿的用户规模 不过对电影和电视内容的投资增加 该公司直接面向消费者部门的亏损增加了一倍 达到了8.87亿美元 部分亏损被广告和订户收入的增加所抵消 同时公司表示将削减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支出 高达10亿美元 而公司的主题公园和消费产品部门 包括华特迪士尼世界和迪士尼六元度假区 他们的销售总额达到了66.5亿美元 高于分析师预测的62.9亿美元 迪士尼的每股收益升至1.08美金 但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测的1.17美元 部分原因是国际市场上缴纳的税款大幅上涨 另外公司计划在2022年末或2023年 推出价格较低的广告支持选项 以应对奈飞所带来的激烈竞争 迪士尼股票在财报公布后本来上涨 但管理层表示下半年增长可能没有之前预期的那么快之后 股价开始大幅逆转 重挫达到4.8% 截至周三收盘 该股今年下跌了32% 成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当中最大的输家之一 谢谢大家